哈囉各位的Youtube好 iPhoneXN玩家大家好 我是一樓 歡迎回到頻道 OK 今天跟大家呢 分享一個在iPhoneXN2裡面呢 很少會有人知道的一個小訣竅 那你不能說很少知道 就是說 知道這個部分的人呢 在絕大的少數 因為通常我們在iPhoneXN2裡面來講的話 在現在的暗黑破壞神 目前的時候呢 大家都是在1.10之後呢 大家都比較主張在於 所謂的符文之語 符文裝備 那對 那退而其次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追求的 除了符文裝備的頂級的屬性之外 要嘛在哪就是找金色的裝備 或是說塔拉架的套裝 比較實用的套裝 要嘛就是所謂的暗黑的二十十大難打之力的 格力風之眼 這一些 其他的一些部分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如同在 影片的title上面 所要介紹的 就是說說 你要怎麼在遊戲當中裡面 能夠尋獲 藍色物品裝備的 途徑 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說 咦 怎麼會有藍色的裝備 藍色的裝備有什麼好找的呢 我藍色的裝備 其實跟黃色的裝備 是一樣的 黃色的裝備 我沒記錯的話 它 最多到六個屬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黃色 我現在是講黃色的裝備 那 如果你今天是說像這個 我們現在是說 黃色的裝備 綠色的裝備 手工藝的裝備 金色的裝備 符文裝備 然後 那 對 就是這一些 那今天我們 你可以翻到 現在在很 在玩家的群裡面 在講 很少會有人去找 藍色的裝備 就是今天我所要介紹的 那藍色的裝備 有什麼讓人家 吸引我們去追求的地方呢 那 仔細聽 如果你今天你是要找PK的 懂 玩意兒 那 這個影片 我建議你把它看下去 當然 如果你今天只是 純粹只是想要體驗 PVV部分來講的話呢 那 你或許 你在你遊玩的這一段時間當中 你可能會 真的會錯失掉你 會少拿到一些很好的 黃 藍色的裝備 我現在講藍色的裝備 那我現在看一下 我藍色的裝備 好像已經沒有了 好像已經沒有了 就是有一隻 還不錯的法杖 還不錯的法杖 我可能好像是把它給賣掉了 那 通常藍色的 藍色的裝備 武器來講呢 最大的 呃 優勢在哪裡 它會加3技能 也就是這邊 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會加3技能 你只能在藍色的裝備裡面 你只能找到加3的技能 那這個加3的技能 當然這個是 我只是把它當樣本在用而已 通常藍色的裝備 我們就是拿來洗東西而已 就是 像這種洗東西而已 所以藍色的裝備 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們去說 呃 去 去取決於說 到底我要找哪一些藍色的裝備呢 取決於你今天你是要用什麼角色 去應對 今天如果你是法師系的話來講的話 那你可能只能找雙手的法杖而已 哦 因為在所有的NPC裡面 目前找得到的 你只能找雙手的法杖 就是 呃 適用於女法師 那 好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想說 那我要再如何找3個洞的武器 3個洞的武器 那我們現在就切回正式的來說 OK 今天如果說你要找藍色的法杖 法師用的話 不管你是初期惡夢 或是到地獄 乃至於目前在玩的天梯來講 我強烈建議你們到 第二章的卓格蘭這邊 卓格蘭這邊的話 來說的話 你可以找到一些很多你想要的東西 比如說 我先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去掉 我先把這個去掉 比如說這個武器部分 這邊武器部分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通常 如果你是 死靈法師 你最少找 自首是找 呃 瑪格斯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馬格斯自首 那自尾部分的話 就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這邊的話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在你前期 像這種偷取生命 或是降低抵抗的這種 集氣 武器部分來講 在你 你的進戰部分 你沒有偷取生命 部分來說的話 你的副手就可以拿偷取生命 法師就可以拿降低抵抗的法杖 你都可以在這邊 就很 你要花一點時間去找 花一點時間去找 那這些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比如說 加三技能的 刺底爆炸 或者說其他加 白骨系列部分來講 呃 有一點 有必須跟他講 如果你是加聚毒之心的話 因為現在有破銀法杖了 所以聚毒之心部分來講 你可以把它取捨 如果是加 毒素跟白骨技能 加三的 又加二十高四的 那這個是 這個 如果又是兩個洞的 喔 那就很貴 那就真的是很貴 然後可以看一下 聖騎士這邊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看一下 今天你是盾釘 或是說雞腿釘 你就可以在這邊找 在這邊找 這個在初期 中期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你本身沒有符文組 或是說說呢 你 不太想要 跟大家都是一樣的 制式服裝 在卓格蘭這邊 你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錯的一些東西 你甚至可以找到四個洞的 權杖 藍色四個洞的權杖 我昨天有看到一把四個洞的權杖 但是我沒有買下去 因為呢 錢不夠 錢不夠 喔 那可以看一下 他的傷害其實都不算低 我剛有提到就是法師系列 法師系列 因為他沒有單手的法杖 所以說 如果你是法師系列的話 來講 你只能拿雙手的法杖 雙手的法杖 那這些其實你在初期的時候 法師在初期拓荒 或是說你已經到惡夢的話 這些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值得去找 當然 你可能想說 那 怎麼想去刷他的裝 刷他的這個NPC 很簡單 你就直接 跑到這邊 齁 那卓格蘭我是非常建議的 非常建議的 Good day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 東西已經 他裡面賣的東西已經 已經在改變了 齁 已經在改變 所以你甚至不用 再需要 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生完死力法師 有些技能 其實你根本不用點 你靠這個 這些權杖呢 這些法杖呢 其實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點數去點下去 根本不用浪費那些 那一些技能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加上狂熱 這些 當然 就是說 你可以可能講說 那我其他的NPC 也 也能這樣子 刷 其他也能這樣子 刷 那我們現在找 第五張 我們現在換到第五張去 那先跟大家 跟大家打一下 你的本身的打寶率 跟NPC裡面賣的東西 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你的打寶具 越高 NPC賣的東西 會越好 對不起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東西賣的相對 就比較少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的東西就賣的比較少 那我們到 我不知道安妍有沒有 我不知道艾家有沒有 我們去看一下 安妍應該是沒有 那像這種法師系列的話 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 因為本身你要找法杖 當然就是找這個法師系的這種 這些NPC來說 你看一下這些 這些 這些 就 你看一下這個裝備就不錯了 但是都是加1 如果你看到加2 我剛剛有提到 加3技能的 只有藍色的才有 所以說 如果今天你看到 加3的某某的技能的話來說 對你來講是實用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考慮 你就不要去考慮了 你看一下這邊 這邊 這邊 那今天如果是我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會找降低抵抗 跟 毒素白骨 部分 這來說 那 因為這是PK在專用 PK在專用 PK在專用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這邊 你看這些裝備其實都不算差 其實是你初期的時候 我是說初期的時候 這些裝備 或中期的時候 如果 其實 你甚至於就是說 你拿藍色的裝備 你都可以從我打到尾 你都可以從我打到尾 真的是不要懷疑 但是就是說 你真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刷他 你看 這個就是魔導師 像這個的話 就是加錯技能 這個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毒素白骨技能 又加20高師 那 你就可以買了 你就可以 像這個的話 我就沒辦法擺下去 因為他加錯技能 他這個就加錯技能 像這一些 這個就 很可惜 這個就加古勞 又加衰勞 如果他是加毒素白骨之魂 那我就會 我就會考慮了 你像這種 這種就不錯了 這種就不錯了 只是說 他加到 對不對 加到這個 我不喜歡的東西 不喜歡的東西 取決於你點什麼技能 如果說你是今天是死靈法師 或是帕拉丁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刷 是否你要有東西 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那 我跟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 在用其他的角色 我刷了半個小時的 這個 左個男 我刷到一個東西 也就是 這個 我刷到這個 這個很可惜的是說 他沒有加20個小時 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 你拿到這個的話 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補槍 就是說 你其他這兩個洞的 你就可以 相其他的東西了 加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 像快攻寶石 或像全抗的寶石 然後你的 正手武器 就可以用高屍的盾 然後 頭盔的話 就可以像 那個 就是 高屍的頭 腰帶 就是說 類似這種腰帶 就可以用高屍的腰帶 去補強他的部分 補強 因為 加三白骨之魂的話 目前加三 我剛剛有提到 加三的技能 也只有藍色的才有 所以說 藍色的有些東西 其實 並不完全是廢物 真的不完全是廢物 只是 取決於 在於說 你要怎麼去取捨 你要 是否真的是 要用藍色的東西 那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按照我們之前 玩IYS 2的經驗的話 之前我們很多 殘忍系列的 都是藍色的裝備 那 因為在這一次 符文組出現之後呢 那讓藍色的裝備 就整個 物價整個下跌 但是你說 藍色裝備有沒有加呢 有一些 電棒 火棒 冰棒 這些東西 如果他的屬性 是非常漂亮 加二 加三技能 又加一些 暴風雪 冰風球 這些 又兩個洞 這些東西 就冰棒來說的話 這支冰棒 其實不會輸給 那一支 那個 死亡碎片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就是冰棒那一支 那電棒來講的話呢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拿新月了 所以說呢 變成說 通常我們都綁定新月 所以說這部分來講 電棒的話 你要讓他很高的價格 除非是非常的神 除非是非常的神 要不然現在的新月 已經取代了很多的電棒了 那火棒也是 火棒通常我們現在呢 我看到的很多 有一些就是說 就非常的 比較自視化的 很多就是說 要嘛就是說 反而呢 就是像素之心用的人 變少 現在很多火棒的玩家呢 通常也有一些 就是拿 塔下的那支 那支 加火技能 就我個人來說的話 變成說說 真正你要比 你要超強 藍色的 裝備 藍色裝備來講的話 這種東西是 非常 非常 非常的 貴 也非常 非常 非常的稀有 就如同你在玩 聖擊士的時候 有一把 偏者的那個盾 統治者大盾 這個 當然不是這個 當然不是這個 那個就非常的值錢了 那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聽 跟收看 那 我 再沒多久 我會介紹一下 我死靈法師PK的 玩法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未來 要給我的死靈法師PK的 白骨PK的死靈在用 那這個 因為我是找了很久 我光找這支 法杖 我刷了NPC 我刷了半個小時 那我不認為 各位你們可以看我刷NPC 刷半個小時 然後再去跟我 再聽我在那邊廢話 我認為是不可能 我都不可能 是不是這樣 OK 我是李董 下個影片再一遍 OK 那剛剛還有 順便來一提 剛剛的安培4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影片呢 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這安培4這一次呢 有 呃 這一次 開放測試之後呢 官方有做一些 一些 變更設定 那可以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OK 我是李董 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